2019年的3月31號 我們在去年2018年的10月21號的時候 我們曾經做柑橘酵素的影片拍給大家看 我們將這個影片放在右上角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去參考 我們今天到了現在已經超過5個月的時間 我們將這個柑橘酵素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說 你如果完成柑橘酵素的成果會長什麼樣子 拍給大家看 那柑橘酵素其實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之中 估計三個月後就可以用 那我現在5個月我才拿來拍呢 其實有點慢我忘記拍了 所以我現在補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將距離拉計點來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我們之前做的酵素 柑橘酵素桶 我們打開來 打開打開打開 看看能不能看到裡面的一些酵母菌呢 我們再將距離稍微調整一下 好現在我們看到有沒有看到裡面有沒有 看到裡面有沒有 表面浮的滿滿的都是那個 菌 菌絲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酵母菌的一個菌絲 那網路上呢有人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美容養顏色品 算了我們聽聽就好 我也不敢拿來用 那我通常做這個柑橘酵素呢 主要是拿來 你可以當做一個很淺的淺肥 或者是拿來對付一些小型的昆蟲呢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是OK沒有問題的 是蠻好用的 那這個柑橘酵素本身呢 它有一個製作好了之後呢 很香的味道 給大家聞聞看 柑橘香超香的 我在這邊都聞到了 好香喔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讓你看一下說 一個柑橘酵素 其實超過三個月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那表面浮的滿滿的 都是那個菌絲 很漂亮 正常來講它應該是白色的 那正因為放了有點久 所以它變得有點黃 可能是因為那個糖蜜放的有點多 所以變得有點黃黃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成果 感謝收看 再會